健康体拍齐来动 一起松下筋骨啦 郑医生呀 其实我们很少听到 碗管综合症这一样的疾病 其实是怎样的呢 碗管综合症是因为我们的 正中神经长期受压引起的 好像我们长期打电脑 这些位置受压 知识受压的时候 又或者我们领域根 长期做家务等等 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碗管综合症 它的症状出现的手麻有点不同 就会在我们的前三只手指 和我们的无名指的一半的位置出现手麻 曾医生呀 如果我们碗管综合症出现一些手麻的情况 有什么预防或者治疗的方法呢 碗管综合症出现的手麻 我们可以透过按月位 第一个月位就是我们的劳工月 就是我们的手指握拳头的时候 我们的尾指碰到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劳工月 我们可以打一圈去按压的 打一圈去按压的 打一圈去按压 另外第二个月位就是我们的内关月 内关月就是我们的碗碗滑纹上三只手指的位置 正中间 也都是五分钟的时间 这样就有所改善我们的缓冠综合症了 另外我们可以做一个拉伸 也可以帮助缓冠综合症的 这个拉伸就像一个招财猫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手 我们现在穿了手之后我们的手指尾曲 尾曲之后再向下 向下之后就向后 向后的话对着对面的手向下压十秒 做完十秒之后我们就要再重复 这个动作要做十下的 这样就做三次 今集我们很感谢曾医生为我们讲解 关于本管综合性的一些舒缓和预防的方法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